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候在符合用枪的使用 就是那个枪械使用条例 它是符合的 因而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 必须开枪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要警察开枪 他捍卫了人民的安全 或是可能其他同僚的生命安全的时候 但是他开了这个枪为了制服歹徒 但是现在台湾的法律有点荒谬的是 当他开了这个枪以后 他就必须要去面临 独自面对冗长的诉讼程序 甚至因为开枪 因为保护民众 保护他的同僚 开枪了以后 他必须去面临的是可能形式上的责任 甚至于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 现在我们的警戒 对于这些执勤的员警 给予他们的支持的后盾 到底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第一页 局长 第一线警察同仁的心酸 到底下狼哉 本席本身也是警卷 所以我经常也接到许多的警卷 还有警察同仁跟本席反映心声 在目前我们的这样的体制之下 对于警察同仁 成为他们的后盾 到底这样子强不强 我们看一下第二页的说明 大家都期待警察同仁 有正确执法的勇气 但是谁当警察同仁的后盾 很多警卷跟本席反映说 他们的先生或是他们的太太 出去执勤的时候 到底能不能平平安安的出去 平平安安的回来 特别是最近报道的这么大 我们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想要了解是说 局长在如何保障我们的员警 让他有勇气去做正确的执法 但是我们的大家长 是不是可以承担起 当他们强大后盾 给他们一个心理上非常大的一个信心 让他们在执勤的时候 不用害怕说 之后他们可能必须要去面对 冗长的一些法律上的这些程序或责任 我们看一下以下这一则影片 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 我想在台湾发生过好几件 那么我想警察因公用枪的后果 是由员警他们自己要独自去面对 后续的这些冗长的这样的一些程序 我想这个在民主进步的国家 也是很罕见的 局长 依照目前我们的实务上的案例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当这些警察同仁 他们在第一线面对歹徒 他们做出正确的判断而开枪了以后 目前实务上的判例几乎都是 他们必须要承担起刑事的责任 还有后续的民事赔偿 如果长期这样子下来的话 以后还有哪些员警是愿意 有这样的勇气 面对歹徒的时候 是能够去保护市民 然后来做开枪的这样的决定的 因此这些案例会衍生的后果是 导致未来 如果我们没有个强而有力的后盾 来支持这些第一线执行的员警的话 以后没有员警 敢再为我们的台湾的人民 付出他们的生命 甚至为台湾人民保护他们的健康安全 然后挺身而出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后盾 来支持他们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判例 都是这些员警要独自去面对 冗长的法律的程序 所以局长 本席这边 要建议 我们看最后一张 让那个局长看一下 我们要建立一定的法定机制 保障警察同仁 因为公务设送相关的法律辅助 来局长 针对这个部分 请表达一下你的态度跟立场 谢谢陈议员给我这个机会 对我们高雄市全体的同仁 我在这里很严正的给他们承诺 只要是我们严谨在执勤 所使用的枪械 是合法的 是正当的 是在保护自己 还有保护我们的头鸟 后市人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所使用的那个时机 我们绝对立挺到底 那每一个我们同仁使用枪械 那个场合 那个时机 那个状况都不一样 去年到现在 我所在我任务 这一年来 我们有四件同仁使用枪械的 我都第一个赶到现场 协助我们严谨来处理 当初的使用枪械的状况 包括骨骰剑 包括严谨一件 我都亲自到现场处理 因为很多现场 我们严谨一开枪 他就嫩住了 他不晓得他应该 要有一些采证的工作 虽然有一些人犯 他已经送医了 但现场的一个采证 很重要 所以马上会有团队来做采证 来协助我们严谨做采证 来保护我们同仁以后的诉讼的关系 这个就是一个第一步 好 市业局长 所以现在使我们这事件中的没有受过法律追诉 我给议员保证 也在这里给同仁信心行望 要有信心正当合法使用枪械 局长 很欣慰听到你力挺我们的警察同仁 那个正确执法的这样的立场 但是你要知道目前我们看到许多实物上的案例 他们确实是符合使用枪械的这个条例 是符合的 他们整个的执行过程都是合法正当的 并且是为了保障我们人民的安全的 但是呢在刑事上他居然还是可能会被判 刑事上的罪责 所以局长 本席现在要求你的是说 如果因为现在实物上的案例 这可能不是局长你的责任 也不是警政署责任 但是本席这边要要求你们 要针对这种现象 你们必须去向警政署发声 甚至你们未来应该建立一个SOP的机制 如何去保障这些因公设送的这些人员 他后续的整个的协助跟辅导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去努力 最后我们会建立一个机制 让同仁没有后顾之忧 有这个后盾来力挺他们 好不好 像我们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 那么他呢在最近为了保 因为他在追捕这个绑匪的时候 结果他是为了保障那个用路人的安全 还有他的那个同僚的安全 他开了枪 但是他开枪以后 他的太太居然是打电话 责问他说 你怎么又开枪啊 警察开枪保护人民的安全 这是值得鼓励的 如果他是正确执法用枪 如果他是为了保障我们的人民的安全 我们应该要当这些远警的后盾 但是这位开枪的远警 他太太却是责问他为什么 因为在21年前 他也一样类似的情形 为了保障人民的安全 以及同僚的安全 他开了枪 但是呢 法院也认为他开枪 是适当的 但是有没有被判刑责 还是有的 并且他还背负了一千多万的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 他的爸爸还因为这样子必须要卖掉土地 然后让他的家庭蒙受了非常庞大的压力 所以局长像这样类似的情形是我们所不乐见的 当有远警 为一愿意为我们的人民挺身而出的时候 我们的警政署甚至警察局 要当这些第一线远警强力的后盾 所以后续的SOP的这些机制必须建立起来 并且我们也希望这些警卷 在看到他们的另一半去上班的时候 平平安安的去上班 我们也希望他们是平平安安的回来 不要让这些这么多的家庭 这么多的警察的家庭 蒙受心理上无限的压力 这对台湾未来整体的治安来讲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本席这边真的强力建议 为了台湾人民 我们的身财产健康 我们应该鼓励警察 当他们强力的后盾 让他们能够勇敢的指靶 保障人民的安全 好 局长很庆幸听到你的承诺 谢谢请坐 也谢谢议员对我们的支持 谢谢 局长那甚至还有针对于目前可能一些警车 太旧换新 还有我们的同仁 因为在追捕的过程当中 造成的受伤等等之类 都希望你们建立一个完整的机制 给予他们一定程度的保障 好不好 好 谢谢 局长谢谢你 那请你们后续再把相关的这个进度提供资料给本席 谢谢请坐 那接着本席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卫生局还有我们的环保局 因为疑病的问题就待会再请你们回答 很多的市民因为登革热的问题而人心惶惶而最近案例居然又发生在我们古山区 那么局长 本席要求你们是说尽速要能够降低登革热的这个案例 你们的预防方式到底想出来了没有做到了没有 第二个问题很多的市民 每次在你们查出说某个区域有疑似登革热发生 你们这整个周边都必须去做喷洒进入民众的家里做喷洒很多的民众是苦不堪言 甚至有的民众在陈勤我都有到现场去看 很多的民众他说他可能几个礼拜内去被喷洒了两次 被喷洒之后家里面就要去做打扫 我想在我们要消除登革热这样的造成的问题 不是带给我们的高雄市民更多的痛苦跟困扰 所以局长本席在之前就一直要求 喷洒民众家里那个是最后的手段 你们该要想出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待会就请局长具体针对于登革热不再到民众的家里 除非有极大的重要必要才去民众家里喷洒 不然的话本席强烈要求检讨这个政策 不可以再到民众家里随便的做喷洒 这些药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么环保局长也请你们针对于登革热的喷洒的部分 你们做怎么样的协助 以及前置的一些预防的措施 登革热部分都请你们两位回答 那最后一个问题还是要请我们的环保局长 针对高雄市现在很多的地方 我们的空气品质是不良的 那么很多的学童暴露在这样的空气品质不良的区域里面的话 他们如何保障他们在学校求学时候他们的健康 那么这个部分 有啊 这两个中 好 那么这个部分也要请环保局长 到底我们高雄市空气品质 你的检测的机制何在 你如何保障我们的市民生活在高雄市 我们是不会受到这个空气污染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 待会请您做说明 最后一个部分也是要请我们的消防局长 针对于我们未来整个消防局的一样 我们的那个车臼的太臼换新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你们现在经费足不足够 有没有编列足够 还是说是透过民间的捐款的部分 在这个公务车辆的太臼换新 如何保障我们消防人员在执勤时候的安全 以及如果他们因为因公执勤的时候 可能也有一些受到受伤等等其他之类这样的损害的时候 我们消防局有没有建立什么样的机制一样 是担任他们的后盾 好 针对以上的这三大部分就效于各位局长 请说明 黄局长请先回答 好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那今年我们登革热的防治有在从今年初开始就已经有重大的一个改变 那对于强调是亲属自身员为主 那喷药其实是其次 所以我们是跟卫生局跟环保局我们是使用的是一个生态防治法的方式去进行 那卫生局另外是有一个另外的职责是我们要对于社区的民众有一个整合式的医疗服务工作 那这两个主要的重点会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议员刚刚讲的那个喷药的情况 当然议员也了解 除非惯不得已的情况 不然我想并不是用去以前的以往的方式来造成民众有大的困扰 我想用这样简单说明 今天原则上是不会 因为原则上是但是就是要把疫情控制好了 但是基本上我们不做不规划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以上 蔡議員 好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那刚刚提到过有关于登革二这个部分 其实刚刚卫生局长提到的 现在大概都是就是在住家大概强制之间 那环保局会针对就是说万一有病例的周围 周围大概100公尺到200公尺 那会进行整个一个热喷跟残效性的这一个喷药的一个 这些的一个消毒工作 这个是在室外 有这个能量还会再往外扩大到400公尺 那另外在没有病例的时候 刚刚讲的是有病例的状况 没有病例我们其实现在是加强就是这些水沟 阳系尤其是针对这些阳系水沟的清疏 还有投药的部分 那现在其实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有关于水沟壁的一些 这些斑纹的虫软的一个清疏 也是我们现在执行的一个重点 那另外有关就是说相关的环境中的因子 包含有没有相关的病例 或者是阳性的这一些的一个容器 那以及像温度湿度等等这些环境的因子 那最近就是说有跟国卫院有合作 希望能够用GIS的这样的系统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预警 或者是未来的一个决策系统的一个辅助 这是今年上比较不一样的 这我想重点的部分跟陈元做个报告 民众的室内是强制的肢检 是强制的肢检 就是说针对他的室内的这相关的可能的积水容器 不会没有 今年的这个部分是有这样的一个改变 OK 那第二个部分刚刚议员关心到了 有关于空气的这一个品质的这个部分 那特别针对小孩子 尤其是这个中小学的学统 那我们打算就是说在今年 我们要来进行有关 像大概我们现在有在规划 学校里面能够放这些微型检测器 那微型检测器就是大概会针对PM2.5 那针对其他的这些的空气污染物 主要是以PM2.5为一个对象 让学校在第一时间能够知道 他那个地方的相关的一个空气品质是如何 因为我们现在环保局所有 就是说所辖的这些的监测站是比较大范围的 有时候可能是横跨两三个区 那所以如果以学童来讲 那这个部分在他个别的学校 个别的学校 那这个部分可能可以得到第一时间的这个资料 那当然这些资料我们都会经过整个网路 回到我们的一个server这边来 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相关的这一些 他们的一个监测结果 这个可能在今年我们要来做一个 现在正在规划中 后续要跟教育局来做一个讨论 那前一的有关于整个大范围的 这个部分有很多的措施 其实PM2点火的部分不是单一污染源 或者是其他污染物不是一个单一污染源的问题 OK好 谢谢陈议员 那我们请消防局前居长做事面补充之类 谢谢 那我们谢谢前面以来议员的执行 现在我们接下来请曾俊杰议员 国民党团的总招请会 POWER POINT 就像主席 各位我们保安委员会 这位长官 大家早安 我就要先请教我们警察局 我们警察局我要向他们探讨一些问题 那个局长 可以请你起来一下吗 我要请教一下 你看这张相片 你觉得它有违规吗 来请局长答复一下 红线内嘛 红线内一规定的话都是 还是违规 局长我想请教你 就是说依你的专业 因为你当到局长 你好像 现在停在这台车 这样到底是无辜了 如果拖掉车去 是可以拖掉吗 你只要回答 可以还是不可以 这样就好 简单回答 因为我是说 照顾是可以 让我那个团队长改税 我只是想要知道你的认定 可以了 可以了 好局长请坐 来那个交通大队长 你的认定呢 主席 曾议员 有关这个红线内外 内外是不是违规这个部分 交通部它有做一个函事 红线内外 你感到说这台可以拖掉 不这样就好了 甘甘一句话 你说得滴滴挡 要做什么呢 可以 可以吗 好你请坐 这件事情 是昨天晚上刚发生的事 我是感到很不可思议 你会看到一台红红红 停这台车 来我再给你看上一张 咦 能不能重放一下 好 局长 把那个大厅你看 来 这两台 来大队长 你再站起来一下 我再请教你一下 这两台 这是昨天发生的事 那因为人家检举 检举 之后 你再偷靠这台就先 那位拖掉 当然 他也是违规 对不对 两台都违规 对不对 来后 先拖掉 以后 这个车子 就受不了 是那两台 我听起来 他限制隔着而已 为什么外面又拖掉 没关系 他整个拖就拖它了 而且 这台退后还没拖 結果非常的莫名其妙 第一台的車子 弄拖的後 就是一個 僅僅的 不斷不斷 這才 拖我而已 才沒拖 他會了 你怎麼知道 你的拖剛大堆 去 怎麼處理 我是覺得有夠 陷的陷 他去 既然 匯頭 我們不出所謂的 環境 如果說 生命橫線 雕事不清 叫派出所謂的環境 通知這個 黑衣的車子 來收拾 你看第一台 有這個車子 他全都可以看 我感覺你們這個拖剛大堆 這個主觀的認定 非常非常的問題 你留意這樣對 我們會跟我說 為什麼你跟董派出所謂的 這個黑衣的車子 是怎麼樣 對它特別好 是怎麼樣 這個有正義的東西 你若買兩位拖 要買兩台都拖拖的 來這個你答覆一下 如果想這樣 你的做法 你看 對這個車子 這樣有公平嗎 來 你簡單答覆一下 基本上 紅線 六面 屬於道路 這個都是 禁止臨時停車 所以這個案件 我們要了解一下 到底實際狀況是怎麼樣 其實這是其中的一件小事 其實對我來說 我是像大事 不是啦 咱們車子很頂尖時我卡的 結果他會用這樣處理 人車子有怎麼樣想 你這樣有公平嗎 你自己覺得有沒有公平啊 你才有在叫法治所 你這樣有公平 他一切都在說 去看見後 你得通緣車子來勾走 更有在這樣 其實喔 這小子人在說你們這個 拖條 拖條 拖條隊的這個環境喔 有時候認定都很奇怪 該拖不拖 不該拖 雖綜綼 來我再請問一下 你們拖條隊的 有沒有六連條款 來回答一下 遠景的話沒有六連條款 沒有啦 那為什麼 很多人在丁净 你們這個主管的認定 這個判斷能力都很有問題 不過車 停 還是違規 是不是都可以拖 違規要符合交通局的 他所訂定的八項違規 都可以拖 你如果想這個呢 他是紅線 違庭 違規要符合交通局 還可以拖 有一個並牌 我們一個紅線的 結果裡面 你裡面我黑的沒拖 這樣說對 所以實際上 我們要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我感覺可能是 你們有的拖拖地 裡面的環境 拖太久了 要處理一下 比較有認同 比較知道說 人民疾苦 改拖不拖 不改拖 各各拖 這主管的認定很有問題 你們知道 兩台請拖在同一個地方 政力性非常非常的大 還要這樣處理 來局長 請你回答 請你回答你針對這件事 你有什麼看法 你看要如何改善 來請請 可定有簡單介紹的 我請理會 當然我們之法 是不能有針對性 也不能有這個選擇性 一定是要公平 而且要符合這個程序 所以如果我們這裡有瑕疵 我们会检讨 会检讨 局长我是觉得 这个团柴对于这个环境 可能有时候待太久了 我是希望有机会可以轮动一下 我感觉这是真好 不要说在那里面太久 有时候其实很多人的陈寝 包括我们这个厄宅都会认证 奇怪 这个认定的 好像说改拖不改拖 不要拖不改拖 这个很多争议 因为违规就违规 他就是违规 他才会说叫环境来通知车主 来叫刷造 如果他没有外观 他不用做这个动作吧 对不对 所以希望局长 讲到这个事情 你们就好好考虑一下 要出来轮动一下 对于相关法律的 一些教育我们会再加强 要再加强 不然你的主观判断能力 你会太差哦 谢谢 那是我跟这些事情都很陷的 你知道吗 真的很陷的 谢谢 好局长回去好好检讨 杜律长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哦 其实这是其中一件 你里面会有很多事情都没想要说的 那些人哦 你们好好检讨一下 哦 好请坐 再来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我们外申局啦 局长 之前的汉塔病毒 现在的情形是怎样 来请局长简单答复一下 有监控的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汉塔病毒目前今年是在二月 有一例诊断 然后三月是扩大 在筛检的时候 发现一例无症状 那四月份 四月初有一例 那目前这三例 三位民众 目前都已经康复 那在他们所居住地的地方 我们有经过至少三坡以上的一些 包括灭属 包括整个对于市场管理 还有包括整个情节维护的部分 那包括我们的区公所 我们的环保局 我们的市场管理处等等 这些大家一起做很多大规模 该个范围里面大规模的一些 而所有是已经控制住了 这个汉塔病毒 议员报告目前在最新一波的 这一次我们总共抓到146只的老鼠里面 那以送检的部分 目前并没有发现有汉塔病毒 那台湾的老鼠总共八大类里面都发现 譬如包括我们常见的家属 沟属 前属 大概都维持有3到5%有汉塔病毒 这是全国的 那但是这部分到目前为止 我们并没有新的一个发现 那因为我们还在紧密观察当中 预估大概在这一两个礼拜 就会解除疫情 那登革肉呢 登革肉现在他情形是怎样 在4月份的时候 我们在4月22号 有一位新诊断的病例 那在之前的339位 都是在延续去年的一个 一个传染期下来的 那现在有几个案例 到目前 今年到目前为止 如果以今年 我们的入下 就是说新新开始的话 是一个病例 若是以今年1月份到现在是340个病例 那另外还有9例是 从境外移入的 总共349例 局长我是觉得登革肉 在这两年 可以说对我们高雄市的最好 可以说非常非常地大 那在前两年 那在前两年是真的都一直无法来控制 说实在是失控了 尤其当年 一万多例 其实是比台南市还要多 那你今年刚才当卫生局长 而且你之前应该也做过高雄官的局长 其实你对这个业务应该是非常非常地实施 我相信你有能力 不要再让我们登革肉 并行我们高雄市的敌散 所以今年我就要看你的防疫能力是如何 我希望你好好做 做给大家看 那我想再请教一下 之前是在那个三合市场 和他病就是三合市场 还有光伐业势 那他周边他这些你们是怎么做处理 就是跟他捏尿器 消毒 有清水稿还是怎么样 跟一位报告 其实这里面总共有好几波的一些处理 那按照我们机关署的规定是200公尺 但是他跟居里面的一个讨论结果 那我发现200公尺 不适合在我们这样子一个地区 因为我们光伐业市场和三合市场 其实是有些联动关系 所以我们是整个包括 那附近总共招到400公尺 还有其他的一些市场也做处理 不然是两业势器 也不只是包括清水稿 包括市场管理室 因为有食物 两业势就会来 所以对于那种厨余 对于那些贩卖食品 或是说市场里面 食物的保存等等这些 我们比较市场管理委员会 他们都了解之后 也都做很彻底的 我是感觉 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 是团案协会的理事长 那我是接到那个 我们摊饭厂的陈景 因为想要说牙齿亚也是我们的 不管是市场或是摊饭厂 我是感觉因为天气暖化 天气暖化当然最近最流行的就是登革热 而来的汉汉病毒又是新的嘛 然后还有残病毒 这未来要怎样我们的市场 我们的团案 这所有的地方要怎样来清潔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的啦 但是我们这个团案协会有在说 他们的水架啊 如果要摊或是摊外面的 摊的都一条肺炎非常非常大条啦 那我是希望说 是不是摊水架啊 我们明明都是家庭市场 会在麻烦我们这个环保局 局长 来那个局长我想请教你 你起立一下 啊像这个啊 我们现在我们 我们环保局里面还有 勾取对吧 还是有吧 局长 有 有嘛 那我是希望说 这些市场 这些摊饭 有在要配合我们政府的政策 防疫疫情 不要有疫情 延烧 啊要让他们的 用那些风景 卫生做得好 我认为他们说 是不是请那个 我们的环保 我们的国务局队 啊 有申请的 这个市场还是 还是团案人 哦 可以 不用让他们去清潔 在这个 这段时间 雨季还没来之前 可不可以请局长答备 来 环保局长 好 这个跟议员报告 其实照幕前的法规来说 废清法11条有几条 你敢先请坐 这部分就是说 签读的工作 也是要我们的管理单位 就是市场这边来作 这个厚手的成功 这是幕前是法规的規定 那刚才议员有提出就是说 环保局可以是不是说 其实我们可以来研究看看 就是说 比照幕前有清水费 还有台湾这些笨舌的政行 我是刚才说 收费标准 在外面如果用民间的真的是非常非常 那我想说我们高雄市政府 原本的这个郭区队 其实我们政府可以做好 但是我也希望说 两分钟 谢谢主席 那可以比照 使用者付费的原则 我们就订一个收费办法 那些人也是配合这些民间的 这些需要清阔的 因为现在我们高雄市政府 也没有什么收费的标准 我是说你当年是不是研理一下 然后把那个收费标准订出来 如果有这些市场或是摊放厂 它需要清水账 我们就依照这个标准 我们也要订得这样 行政 那楼口就不会打开 那天气 你跟它流汗路那些 跟它清就要十几万 那费用非常非常的可怕 团队有个市场也没有什么钱 所以我希望 我们的郭区回去可以研理一下 在这个语句 在你之前 在这个疫情都在控制住的时候 拿这些来给他们生账 给他们来清 局长 你觉得咱们答过一下 这个部分我们后手来研究看 就是带庆运水沟 一个收费的方式 一个相关的标准 这个我们后手来研究看看 他目前我们的能量 我就来做这些 那标准 他的收费的标准是多少 这个部分 就向议员这边提醒 好 局长请坐 我是希望 我们的卫生局跟那个環保局 真好够来合作 要把我们的登革类 这个残病毒 包括和他病毒 让他在我们高雄市 可以降到最多 我希望大家 市民对你们的期待都很大 那你们团队的合作也很重要 不然他做也他做也 没有一事 不然我们对市民是说 做生非常障碍 我希望你们今年好好做 其实我们的期待都对你们很大 谢谢我们的曾议员 现在我们请陈信宇议员 那执行发言 主席陈明泽议员 辛苦 还有我们办法门 所有的公网员 还有我们的亲民朋友 大家平安 我是陈信宇 受伤我先请教 也跟環保局 要给你们困点 虽然呢 我曾经咨询过 在上一个会期 从2010年到2013年这段时间 我们的空气品质 其实是不怎么好 但是呢 到目前为止 其实空气品质是好转 但高雄呢 还是一样 全国算最差 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 工业城市的一个历史定位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要共同来承担 所以我们也期免 環保局可以继续的来努力 让我们的生活 和我们的生活环境 也越来越好 真的是符合一个移居的一个 城市的一个指标 那么 我曾经有请你们去做一个调查 不晓得这个报告可不可以给我 也就是说 2013年突然的攀升 空气品质的这个恶化的数字 突然攀升 但是呢 在2014年呢 就开始微幅的下降 我们都知道 从3.67降到3.5 但是到2015年呢 是大幅的下降到只剩下1.31 但是我们就想要问说 这些为什么 一下攀升那么高 然后一下又骤降那么多 所以你们的研究呢 得这些相关的报告 可以给我一份 在我们咨询之后 再请局长提供给我 那我想要请教的是说 因为全台湾的环保 就是环保署的这个检测站呢 全国的这个不良率的平均 0.55来讲 其实有六个站 那个六个站当中 高雄有站的三个站 所以我们也算是前三名 那这样讲起来 我们这个六个站当中最不好的 最不好的 这个就是六个站 那六个站里面 我们又占了一半 所以我们虽然有改善 但是其实这个 我们刚刚说过 全国第一这个 这个状况还是不佳 那我知道环保局一直努力 在做一工业的 这个空间品质的一个改善 可是其实流动性的污染源 包括交通的 一些相关的 这些的管控 还是需要做 特别是 到底有没有跟交通局去协调 达到比较好的一些控管的方式 我曾经提过 我们是不是应该善用 这个空污基金 来补助我们全高雄的市民 来态换成所谓的电动机车 要不然我们的机车 现在使用率太高了 但是我们在一面鼓励 补助的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要将一定的罚则 先设定好 我觉得如果一个城市 要迈向一个更友善的 一个居住环境的话 我觉得势必要寄出 在环境方面的重罚 但是我们呢 可以一面鼓励 未来再来重罚 再来重罚 否则我觉得高雄市的这个机车率 这个机车的这个使用率 还有使用习惯 这个已经是长久养成的 我们也不能用 就就我们的这个大众运输工具 其实也不够普及 所以我们认为说 有没有办法去寄出一些重罚 但是在重罚之前呢 我们应该先做一些的鼓励 让这个电动的这个 机车能不能来做 我记得这是很久之前的一个提案 在局长你还没有来之前 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 包括你从凤山跟钱金的 这个数字 这个是交通车站做出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只着重在工业的部分 其实凤山跟钱金的贡献率 也不少 那个比例其实跟零元来比 其实也不少 特别你看在凤山来讲 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 所以今天我想要请问一下 还有包括在市长的 市政报告资讯的时候 我曾经跟局长也提议过的空气盒子 刚刚你有跟这个陈美雅议员搭讯 未来可能跟教育局 来合作的情况 我也想要了解一下 目前的一个进度 待会呢也请局长做一点的答复 那再来 我在想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口号 自己的城市自己救 那我们再加一句自己的垃圾自己杀 好不好 怎么说啊 没有错啊 我们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 在一个全台湾的生命共同体的这种时代 我们当然可以去分担 我们的城市之间的一些相关的 包括现在垃圾好了 那我们先问一下 高雄市本身每一天要平均就烧了多少垃圾 局长你有一个量啊 给我回答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我们现在家屋垃圾 大概在每天大概在1600到1700左右 那事业废弃物的部分呢 事业废弃物差不多在将近2000 高雄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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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我们代收代处理的这些垃圾 包括事业废弃物的 有多少的顿数 代处理的 从2014跟 从2015 那你大概估一个 大概的一个数就可以了 大概的部分 我们这里就是说统计出来 统计出来 如果以去年来讲 去年来讲 我们代处理了 外县市的一般的家户垃圾 大概有12万多吨 将近13万吨 12万吨 说起来其实也不多 占12分之一 那每一吨现在还是卖2307元吗 对 其实现在收费还是2307 未来会调高吗 我们这个部分在目前为止 还没有这个方面的规划 不过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检讨 但是因为我算一算 这个收入大概约3亿左右 可是呢我们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收另外一个费用 叫做环境代价费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虽然我们收了3亿 但是高楼市呢 其实在一个空气品质 这么不好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能也一样 在这个环境代价上呢 可以再多一些的考虑啊 局长你请坐下 其实我们这些数字 也都是你们给我们的啦 那我们算一算 如果占12 代收入代处理的部分 只有占12分之一 感觉好像不是很多 但是其实是环境要付出的代价 那刚刚我们从第一 第一个几个表格的数字 也从空气品质的全台湾的测站 一直到高雄市的 这个全国的前六名 高雄就占了前三名 就有三名 再加上我们 还要贷收其他的垃圾 我想可能高雄市 是全台湾最友善的城市 也会帮其他的县市 去处理这个贷收的垃圾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考虑到环境代价 然后市民的感受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问题 比较不一样 那所以我这边要提醒的是局长 就是说 当然还是这个原则 自己的垃圾自己烧啦 能够 我们的楼子也要把他抄得淨 因为那个我们也都需要 来付一些成本代价的嘛 那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 当然其他的县市 真的我们要去分担他的这个 去所谓的生命共同体 要去做分担的时候 我们要去代烧 一定要有一定的明文规范 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规范 比如说我们今年 好要代哪个县市收 然后明年又要代哪个县市收 有没有一定这样的规范 然后收 代烧的这些量 到底要达到哪个量 然后呢 有多少的是一般的垃圾 有多少是事业废弃物的垃圾 有没有一定的规范 那局长请回答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那个 不好意思 那个其实我们以 我们每年每年都会去评估 我们可以带人家处理的量是多少 像以今年来讲 我们整个评估出来是8.8万吨 这是我们本身可能有的余裕量 那对于所谓的代烧人家一定 我们现在的一个观点就是说 那基本上是一个救急 救急的一个角度 自己的垃圾当然要自己自己烧 这是一个原则 但是以现在全台湾来讲的话 有一些县市它自己是没有焚化炉的 比如说花莲 花莲的垃圾现在是到宜兰去 是宜兰帮它带烧 南投的垃圾现在是台中市在帮它带烧 那以我们南部南台湾来讲的话 高雄现在帮忙的就是澎湖 金门 屏东 然后台 台东 那当然屏东的部分它是有焚化炉 这是在他自己在他睡修的时候 也就当他睡修没有办法的时候 没有办法烧的时候 我们才帮他的忙 所以原则上的情形就是说 我们是如果是帮忙人家是救急 那台东他自己本身目前有一个焚化炉 但是他现在是准备启动 在启动前我们协助他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去安排 就是说我们有多少余量 那可以协助有哪一些的县市 大概是这样子 我的要求 局长你可以请坐下 就是说我们这些 你刚刚说明的这些事情 一般来讲 我知道这次会起很多的议员都在关心 戴上垃圾的问题 所以如果可以让这些 你刚刚所说明的这几个标准 都可以让大家知道的话 我想民众有疑虑也可以澄清 否则我们你要问我们说 我们在本身有帮人收 我们又帮人收 这收的又不知道有度的不度的 民众当然会有一些疑虑 那其实我们也无从澄清 那现在你这样说明就很清楚 比如说台东是因为 台东因为他有新的要启用 屏东是因为他要税修 所以这个东西就可以有 互相支援或者是协助的这个立场 可以去说明 所以我才说你们一定要有一些明文的规定 规范 那这样子的话大家才不会 民众才不会觉得 你高雄市 我们都 我们就自己空气品质都不好了 我们又有时间去收人 这会认识 贪了多少钱 三月又够多少钱 你开三百以后 我们不一定会帮你收 因为高雄市的市民 不大能够再去承担任何的这些污染的 所以我给这样的建议 就让你未来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再来我也请你把这个 包括高雄市本身的事业废弃物 这三年来我们接收的量 还有项目 都给我一份这样的资料 包括外县市所收的一般垃圾 跟事业废弃物的垃圾 包括量跟它的项目有哪一些 请你也在咨询之后再给我一份这样的资料 好 接着最后呢 我跟环保局跟卫生局一起做建议 我们从高雄旅游网的网站来看一下 高雄旅游网呢 这个是高雄旅游网上面 给大家 给 这个你们可以点 点阅他们的网站 你可以到网页去看一下 这是观光局的网页 他点的这个状况是小黑文聚集的地方 那刚刚我有跟卫生局的这个官员请教一下 小黑文怎么办 小黑文虽然不是蚊子 而是一种虫子 但是呢 其实 大家都叫铁鱼 黑鱼 但是那个小孩子 特别是孩子 只要下午的时候 出去到任何一个地方 包括河堤旁边 这都很恐怖 这是小港的 应该是右边是小港 左边是人物 都没有关系 这都是最近民众 PO到我的脸书上面的一些照片 那虽然它也不会传染啊 不像我们有一些其他的传染疾病 也没有这个传染的问题 所以我想卫生局 不会把它列为最主要的一个防治的 但是现在问题是 包括我们的高雄旅游网 连我们的观光局的网站都已经铺成出来 高雄市现在确实是全面全境沦陷 刚刚我们再把刚刚那个图再调出来 也就是小黑文 已经全面沦陷的这个地图 来 它都要披个起来 上一篇 对 这个 或许 或许 环保局或卫生局去看一下 我想这个应该也是你们提供给观光局 不然观光局也无从得知这些资讯 所以呢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对策 虽然它不是有传染性 但是也是不是应该要告知我们的孩子们 因为其实 刚刚那两个都是大人照片 如果我跟你绣小孩子的照片可能会更惨 好 大概每一个小孩子都被咬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局长 这个卫生局还是环保局来跟我们回答一下 卫生局长好 你还欢迎回答一下 来 跟议员报告 关于小黑文的防治的部分 那市政府我们有一个防治的一个工作的团队 那像我所知道今天早上就由副明处长召开 我们在做 它是一个跨局处的包括 農業局 包括教育局 环保局 卫生局 是我们一起共同来处理的 那当然那个小黑文主要它是长在那个青苔上面 所以重点是放在说那青苔的部分如何去处理 那我想这是一个原则 那有些细节的话 在事后再跟议员做一个报告 对 你们现在那个未来都会在成立这个登革热的防治小组 也会有一些临时的招聘人员 是不是应该也可以协助环保局一起来处理 因为你讲到青苔的部分 其实在找这个登革热的那个文子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一起来处理 不要花费那么多的人力 然后重复的人力 或是重复的预算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跟我去跟环保局一起讲一下 来环保局的说明一下好了 谢谢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这个部分其实市府有这样一个团队 那主要的是清除整个青苔 因为这个小黑文 小黑文其实它比较喜欢存在的就是这些比较潮湿 那有青苔资深的一个地点 那各个就是说管理单位必须就是说对于它的一个场域内 那比较潮湿的地方 要去进行整个一个清除的工作 那另外就是环保局也会针对就是说一些公共的区域 也会进行相关的一个喷洒药物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不过其实这个真的是正本清源 就是说青苔本身能够在尤其是在3月4月的时候 能够把它清除掉 那另外一个治标的部分就是可能就是一些 能够有一些保护的措施 比如说防蚊液 其实那个是有点效果的 喷洒防蚊液还是有点效果的 或者是说外出的时候穿这些长袖长裤等等的 这些治标的一个部分 这个跟议员报告 好 还在一分钟 对于空气核子的部分 局长您也请回答一下 那个空气核子我们现在大概目前我们现在已经大概规划了一个差不多了 就是要跟教育局来做一个合作 准备跟教育局这边讨论一下 就放在先以小学为主 那主要的目标 就是 就是PM2.5为它的主要的一个监测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一开始 一开始打算就是说这一些的 这些的一个数据 能够回到我们这边 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去做一些的一个计算跟整个一个模拟 看看这些数据能不能就是跟我们自己目前像公共脚 脚踏车系统 这边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些的搭配 艺术提供 有没有办法提供就是说 这些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空气的品质 然后各个路段 这个出来 那跟那边能够跟那个系统 希望我下次获取的时候 是 我们现在是准备试办 试办 然后先试试看 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连结的可行性如何 是 是 好,谢谢 谢谢我们的陈信仪議員 执行 现在我们请王绍廷議員 执行会员 感謝主席 这个 我们今天是保安部门的集团 我想 我们旧郷差不多 这个天高任 虽然说天高都是在 老人的地方在流行 但是我们这几年 我们旧郷的天高率实在是 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们 前年了一百公三年 因为天高率 这个王生的 我们的市民朋友二十位 今二十位一定是过去十年的综合 所以一百公三年 所以一百公三年 才说我们天高一定很严重 你最基本的 那是什么 高雄市的市民 在天高 这样 那一百公三年 没办法 受到政府的教育 今天绍廷说 文青 别鬼扯 我想如果在看邦路的人 都知道 文青 别鬼扯 现在邦路上方的一个邦站 但是今天 你如果说 清理文青 文青 我们高雄市政府 别鬼扯了 我们这个高雄市 到时候 若输到一家 或是像这些体操 那些高雄市 四家都做梦 都做事 要 这个班文 照着做 像这个邦路 所以说 有值有量有多文 很多文子 局长 你要非常的努力 我只要说 我们 看我的DA powerpoint 文青别鬼扯 有值有量有多文 局长你记得 我们 我刚才说过 我们 一百零三年 一万四千 九百五十九 一定是历史的记录 去年再創记录 去年买到两万个 我们只要今年 企业的变称 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预测 我确认我们高雄市 今年 不能再創记录 我们欧生的企业 也不要再創记录 那 局长 我们高雄市有 登德乐防疫指挥中心 我们卫生局长 扮演什么角色 局长你简单答复一下 你是扮演什么角色 不是 执行秘书的角色 执行秘书 所以局长是 总指挥 副市长是召集人 你算第三次 就是执行秘书 我就肯定我们 我们环保局长也是 副执行秘书 加上一个民政局长 那消防局长 以及警察局长 都是 也都是里面扮演要角 来 局长你先请坐 我们高雄市成立这个 跨局处的防疫指挥中心 现在已经 今天算五月二澳国委 第一天上班 现在算 防治起防疫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开始有登革了 清早节 我们那个执行秘书 五月份我们开始要做什么样的防疫工作 你可以用一分钟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局长答复一下 跟远远报告 五月份现在因为我们在四月十九号有一个个案 所以我们目前还是在感染期当中 所以对于全市的热区的部分 我们除了说它有一般性的跟一般的处置跟热区的处置 那主要是以生态防治法为主 做以清除自身员的部分做一个努力 那用生态防治的包括包括屋内的一个自身员清除 还有屋外的包括我们的水沟 阳性水沟等等这些 包括整个包括我们的空地 农产的农地等等的 那些有关于可能积水的地方做处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就是建设我们的一个整合性的医疗照顾的体制 那另外就是宣导民众的部分 局长你说的防疫热点热区 我们这个指务中心里面的热区 各用区里面定义有哪些热区 你很快讲几项给大家知道 如果以区来讲的话像传统的三民区 我们行政区 不是行政区是哪些热点 哪些容易有那个资深造成登革热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热点 来局长 是说你的部分吗还是 热点你们那个机管处处长有没有过来 我想处长付的这个业务也很多 局长你先请坐 处长你们有什么样的热点 我们要怎么样来防防这些登革热可能会爆发 谢谢主席谢谢议员 登革热的浩发的热点包括高风险的场域 包括积水地下室菜园空屋空地 还有校园里面有一些隐藏的资深员 那另外还包括房屋的排水沟 那屋前屋后沟等等这些都是属于 比较高风险的主席 那我们这些 经过已经10年 10年的努力 上去买 我们已经进行10年了 同样包走各用期就超过7年了 是不是 那我们应该做有经验嘛 做得真是 做得完整得对了 你认为你们做得自己打几分 在这个防疫期的期间 还没有到爆发 处长你给几分 报告议员 其实我们要改进的空间其实也还很多 但是整个防疫团队已经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 尽量的能够将疫情能够控制到 这我问你好了 处长你们有没有所谓的这个防疫风险预警图 有还是没有 目前我们已经跟国卫院由中兴大学的杜武俊杜老师 成立一个专家的团队协助将我们的热点 建置在透过GIS的地图图层来呈现 透过疫情视觉化的效果能够让防疫团队更清楚 应该要注意 防疫团队是中央还是地方 中央跟地方其实是一起的 什么叫一起的 这个处长你当处长多久 去年二月份间 那你在集管处多久 在一年多 那你请坐 局长 来 处长你请坐 刚才我听到的 我们高雄市 尤其是你们算是这一个指挥中心的首脑 本身听到的是什么 我们做了十年的防治工作 然后我们到底我们高雄市政府 我们累积这十年有关登格勒 防疫风险的预警图 听起来还没有做 局长 风险预警图 什么叫预警图 还没有爆发之前 我们就要去防范即将爆发 因为我们都知道 登格勒是靠蟒子在船 对吧 那你既然知道 这里有蟒子为什么没有去做呢 你要等到它爆发再来吗 是不是 但是 那刚才我们处长讲了很多热点 这个建筑工地 空地 轮胎厂 然后一些地下室 那根据登格勒世界卧生组织标准 这个布市指数啊 布市指数超过3超过4的 它就容易产生登格勒对不对 来我来请教一下那个局长 这个个案 去年的9月11月份左右 当然你还没来 但是我把这个个案跟你讨论看看 它发生在高雄士林亚区 就在我的选区里面 它的布市指数是2 它被WTO认定是登格勒疫情相对稳定的 结果有40个人 群聚登格勒发病 局长我们现在要叫做群聚是几个人发病 局长你简单答复一下 基本上我们是两个人以上就算群聚 好两个人以上 40个严不严重 40个人算严重 严重 那这个点 为什么它的布市指数是2 会有这样的一个群聚的原因呢 局长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跟委员报告 那个布置指数基本上是一个已经沿用差不多四五十年的指数 那它是一个以它的一个积水容器 没错 每100户5个到9个是指数是2 那这部分其实是我个人认为 因为这个区我不了解是怎么样 但是我个人认为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我们的整个对积水容器是不是查的有彻底 好这是一个重点 第二个是说 事实上在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居住环境里面有些隐性资生员 这隐性资生员便没有被查到的情况下 没关系局长我时间不多 你不清楚啊你请坐 来处长 我讲了这个例子我们疾管出的看法是怎么样 是 你很快监管讲一下原因在哪里 其实布市指数它当然是一个参考的主题 你不要讲这个特例就好 你不要跟他讲理论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就想要问说这个布市指数 因为布市指数2表示说 处长你清楚还是不清楚这个个案 清楚还是不清楚 不清楚就是说不清楚 好那你请坐好了 所以局长我一直在告诉你 会有40个人的群聚 这是我们市政府的资料哦 表示当时林安里真的有了蚊子 那我们市政府我们整个指挥中心 都不清楚蚊子在哪里啊 等到有人得了冬格后就拼命的去喷药 所以我在讲嘛 我们高雄市是有直有量有多稳啊 我们在清理这个蚊子是在鬼扯 我跟你看下一页局长 那个点的原因来自于就有水沟行程 的一个大型资深远 局长 这个刚才处长稍微提到 就是水沟 水沟里面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污水沟 已经接管超过80% 我们传统的这个测沟啊 现在是大概都废弃不用 高雄市有多少这个废弃水沟你知道吗 我们安保局长 高雄市这个测沟建制的够不够完整 局长 原高雄市就好 够完整吧 对 几乎是家家户户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直在我们一直在清有关于这一个测沟 测沟的这一些的清淤的工作 那清完之后呢 那有有些就是我们清的时候会一并投药 那也进行那个沟壁的重卵的一个清疏 你先请坐 谢谢局长 环保局长讲的哦 来卫生局长我请教你 传染登革乐并没稳的斑稳的决绝 喜欢在什么样的水 肮脏的水还是干净的水 来局长你讲 基本上斑稳的决绝是生长再干净的水 要很干净对不对 对 脏的水那怎么活得下来 基本上如果太脏的话是没有办法 好那你请坐 所以环保局长啊 我刚刚我们这个过去这几年我们对高雄市 我们这么用力的在打扫 我觉得好像不是在这里登革乐 好像我们在办理清洁比赛 斑稳的决绝是在清水上面产生的 资深的卫生局长对不对 对大家都点头了 结果我们高雄市政府我们的防疫中心 一直在清我们的臭水沟 在清我们的物货沟 所以我刚刚本席提到这个案子 民权路120项那个点就是去哪个资深远 我们的黄局长 我在这边我用我很简短的部门咨询时间 要这里给你反应 我们几乎都会做虚工啊 难怪去年台南的登革乐到十月份就降缓 高雄市是死亡十二大流行 我们到底对刚才本席所提的这些隐藏式的大型资深远 高雄市政府到底了解多少 尊业多少 清除了多少 有没有什么方法 本席真的不知道 我跟你说全高雄市民也不知道 但是生命握在你们的手上 局长我很具体跟你建议 请你看我的powerpoint 找出市区就是的水沟测沟 定期的检查 有没有积水 那个水都清的水 因为现在水沟都不流动了 都是走到物货沟去了 然后最重要是第二点 局长还有我们的那个环保局长 因为你们是一起在帮忙的 你们要做记号啊 高雄市 如果我们是万公里的这种水沟 你没做记号 你们知道队会吞蟒了 这就是我前面讲的预警图 然后最后一点 每年登革乐时间要到的时候 这些点抓出来好好的下药跟消毒 你觉得有没有帮助 来位房局长你先答复 谢谢主席 跟议员报告 议员这个建议事实上就是我目前正在努力的地方 确实是有道理 正在努力 马上再用头告就要正在努力 局长啊你刚来 我希望你不要像做酒的局长一样很容易耍嘴皮子 市政工作是一个团队工作 你当了执行秘书 你要带领整个团队 有些你不专业 但是 却也算在你的头上 因为你是挂执行秘书 就像我们讲 警察局长 刑事背景 交到出了问题 他也得会 连带承担这个责任啊 所以黄局长 两分钟 我很快要再跟你讲一个东西啊 我今天只是 准备还蛮多东西的 但是有一点 除了我们市政府昌西对撤钩的忽略 还有一个非常荒谬的东西 我直接跳到那里 我听说我们市政府要花1400万 要装设 这个邓格勒每一个水沟盖的网子 有没有这回事 局长你请答复 我了解是说在水利局的部分 水利局有 你当一个执行秘书 局长我给你反应 你个人觉得你赞成吗 他有部分的效果 但是效果不是那么完整 必须要包括刚刚议员讲的那个部分 包括清除水沟测沟的部分 一起来才有用 那你怎么清除水沟测沟的我请教你 你喷的时候是怎么喷 你怎么下去喷 是不是拿管子透过水沟盖下去喷的 是不是 包括议员 其实喷的方式有很多种 那那个部分不是我们卫生区 那你难道不是成为 你要把那个盖子整个拿起来吗 局长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反对 我没有时间我直接跟你讲 水沟盖上了沙网之后 你怎么伸下去喷药 我请教你 是不是 你水沟盖 装了网子之后 如果没办法下去喷药 刚刚好 让解决在里面生长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王市政 都要做一些表面的工作 提供建议保障的钱 要做一些这些 做一些这些 不免疫苗的动作 所以我们的登革路动作 也是越来越多 局长你再看清楚 我们喷药是从整个水沟盖下去 左右喷 有机灵气 维持三个月 甚至两个月而已 那你把他封起来 你怎么喷这个药呢 正常 就是把在地 然后有各种不同的一个状况 做一个处理 那这些都是一个 必須要去考量說每個社區每個地段都它不一樣 然後要列管 然後繼續對這樣子一個必要的一個相對應的工作 做出一個對策 那我想議員的指示 我想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不會很謝議員 謝謝 我們黃紹婷議員 大會報告一下 因為下午兩點半公務部門有業務報告 所以說我們原則上就是我們的議員 如果第一次還沒發言的 我們會延長時間 如果第一次發言完畢了 還有時間我們就可再第二次發言 那原則上時間就到12點半 我們不影響到國務部門 休息十分鐘